你看秦来 他不愿意跟人打交道 上厂里上个班吧 他也不愿意去 就是那会儿 给那些孩子欺负的 秦来咋样了 没事 已经尿出来了 医生说问题不大 就是在住院观察几天 你爸呢 医生说晚上留个人 怕病人不方便 爸就留下了 看这都啥事啊 是啊 您说说话就说话吧 咋还踢人呢 而且我下午去找 外书记的时候 他还理直气壮呢 就好像踢人是对的似的 你说咋能这样呢 先吃饭吧 我们这菜拿过来 还有个菜呢 妈 我去 我去 这晚上这饭呢 你咋把药还带回来了 你今天在医院跑一天 你有点感冒了 你看看 你看看 给我 你多穿点啊你 小心点啊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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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 喝完晚上早点睡觉啊 折腾了一天了 真是 一件顺心的事都没有 他们的饭咋办啊 我已经给他们买过了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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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这是咋了 大姑娘的 老大老子在医院里躺着 老二老二在城里值班 就剩咱们家三吃年夜饭了 我想起来过去好多事 我心里难受 妈 你别哭了 幸福 我 我有你这么大 嫁过来的时候 庆来他爸比庆来还小点 我那老公公 跟庆来他爸一样 还不如庆来他爸有用 胆子更小 我们小户人家就怎么过日子 庆来为啥 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你看他说个话还结结巴巴的 都是小的时候让那些孩子欺负的 你说 你说孩子打架 半个嘴啊 动个手的 那都不知道对错 可每回都是我领着秦来 到人家家里去陪不是去 我心思的 你看秦来 他不愿意跟人打交道 上厂里上个班吧 他也不愿意去 就是那会儿给那些孩子欺负的 他爸到现在也不承认这点 后来有了庆志和秀玉 我就加倍小心了 我就护着他们 我就不让他们欺负 他俩长大了还没啥毛病 就苦了庆来了 怪不得庆来胆子小 害怕和别人打架的 我心里就是过不去那个坎 庆来打小就爱别的孩子的打 这都成了家了 快当爸的人了 咋还爱人家的打呢 这是啥命啊这是 这是 妈您放心 庆来这事儿 我一定找他们说个清楚 讲个明白